日本人检查黄金矿工的方法有多变态 他们先让矿工们都站成一排 一把扯下他们裤子之后 直接用木棍把隐藏的暗门打开 私藏的金块也就随即掉了出来 剧烈的疼痛让人牙齿都咬出了血 成叔实在看不下去了 两人随即扭打了起来 愤怒的矿工们也一拥而上 短时间内矿工占据了上风 但随着三声清脆的枪响 矿工们全都停了下来 成叔身中三枪躺在了地上 葬礼上他们发出这样的哀叹 奸人无情夺你性命 父母妻儿痛不欲生 从今以后无依无靠 一家大小如何是好 这是台湾的日剧时代 那时的人们非常的贫穷 有人为了发财到金矿做矿工 工作环境是暗无天日 每天还都会有人流血牺牲 然而金矿的发财梦还是不断吸引人来 阿祝阿伟两兄弟都是地主家的长工 听说了金山的故事之后 两人也想去实现发财梦 一路跋山涉水翻山越岭 在快要到达金山的时候 他们经过了一片金灿灿的油菜花田 看到石墙上坐着一个清纯动人的少女 在轻轻的吟唱歌谣 此时山上突然响起了剧烈的爆炸声 等他们再抬起头 少女已经不见了踪影 有两人在爆炸中不幸丢失了性命 但丝毫不影响众人淘金的热情 晚上两兄弟来到阿柔家租住 他的上一任租客就是在下午爆炸中牺牲的 次日天一亮 兄弟两人就到金矿上报名 然后下矿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直到下宫才能走出矿井重见天日 路上他们遇到了正在搬运木柴的阿柔 阿柔也是一个苦命的人 一个人要养活一大群孩子 仅凭房租和干苦力根本养不起 因此阿柔还有一个副业 一种最难堪又最容易挣钱的方式 他也毫不避讳孩子们 每当生意好的时候 孩子还会充当跑腿的小弟 接着他又忙起了手里的工作 阿柔的业务能力再强 也不可能接待整个矿场的工人 因此附近还有一个红尘场所 矿工们都会私藏黄金到这里消费 这里的生意非常的红火 这天两兄弟被工友拉到了万象楼 他们在这里看到了那天的青春女孩 女孩名叫傅美子 还未经逝世 妈妈桑一直想把她卖出一个超高价 只是至今还都没人能付得起 万象楼的红木跟傅美子年龄相仿 也不知道她是哪个红尘女的孩子 从小在万象楼被妈妈桑扶养长大 红木非常喜欢傅美子 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挣钱把她赎出去 看到两兄弟都是新面孔 妈妈桑赶忙上前热情的介绍 没见过市面的兄弟两人直接懵了 吓得一溜烟跑出了万象楼 男人在金矿上做苦力 家中妻子却以为他睡金床带金被 让代笔写信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 而代笔却是这样写的 男人羞愧地挠了挠头 这就是大部分黄金矿工的真实情况 在矿上每天累死累活 大部分的利润却都是日本人的 他们的工资只能勉强维持生活 并且还不能给家里的人说 想要真正地挣到钱 唯一的办法就是私藏黄金 为了躲避每天下班的检查 他们也想到了一种独特的办法 先用芋头叶包裹住黄金 再往上面涂上一点口水 接着就藏到了特殊的部位 两兄弟第一次就搞了两大块 东西看起来是不错 就是这个屁股有点受不了 阿猪骗弟弟说磨点盐就好了 接着院子里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声 伤口上撒盐就是这么的酸爽 新来的矿长为了防止工人偷金子 禁止一切行业用黄金交易 这可筹坏了万香楼的老板 因为黄金是他们的主要收入 然而妈妈桑雀一脸的淡定 既然不允许黄金交易 就可以低价把矿工手里的黄金收过来 再让矿工们带钱过来消费 然后再想办法把黄金高价卖出去 这样就可以两头转了 然而怎么把黄金运出去呢 妈妈桑打起了女儿们的注意 她声称要带女儿们去逛街买东西 就这样轻松地骗过了门口的守卫 这让老板转得盆满钵满 然而美好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 他们在一次运黄金的时候 却被守卫们拦住了去路 接着从他们身上搜出了大量的黄金 这让新矿长非常的气愤 要求彻底搜查每一间房子 查到的黄金一律没收 房间的惨叫声顿时不绝于耳 大量的黄金首饰都被收缴了上来 正准备离开万香楼的时候 新矿长看到了门口的富美子 她一脸疑惑地问手下 新矿长怀疑女孩用身体藏黄金 要求手下对她进行检查 妈妈桑赶忙上前为富美子求情 她还是个未经世事的黄花大闺女 新矿长可不管这些 她一屁股坐凳子上等检查结果 红木本想保护富美子 却被警卫死死地控制在原地 妈妈桑害怕地捂住了双眼 富美子被强行带进了房间 接着屋内发出了凄厉的惨叫 警卫抬起满手的鲜血说 接着扯掉戴血的手套扔到了地上 新矿长看了一眼就转身离开了 只剩下红木怒目原睁地站在原地 接着楼上传来扑通一声 是一个风尘女自杀了 她攒了很多年的黄金打算赎身 这下全被新矿长给收缴了 生无可恋的她选择了自杀 接下来遭殃的是黄金矿工 下班的时候会被用棍子做检查 这简直不把他们当人看待 忍无可忍的矿工选择了反抗 结果成叔被三枪放倒在地上 安葬成叔时阿柱感叹 这剩下他们孤儿寡母该如何生活 阿柔说女人如果肯的话 养小孩脱模几年一个一个都会长大 阿柔听到愣了好一会 接着羞愧地转身离开了 阿柱自知不小心说错了话 晚上她带了很多好吃的点孩子们 就连来的客人也被阿柱赶了出去 阿柔很生气 嫌阿柱影响她做生意 阿柱说 你两个老公在上面 一群孩子在下面 真不知道这种事你怎么做得下去 真的要赚钱的话 你就赚我的好了 阿柔也不跟她客气 收了钱就把她拉进了房间 阿柱坐在床边不愿意动弹 她的内心告诉她 这是她不能做 阿伟看他们进了房间 一时间躁热难耐 跑到了万香楼 上次事件过去没多久 万香楼就重新开业了 傅梅子成了这里的心境头牌 每天想跟她共度凉宵的男人 都排成了长队 等到阿伟的时候 傅梅子已经被折磨得极度虚弱 就连水盆都端不起来了 阿伟看到赶忙扶傅梅子躺下 还帮忙拖洒在地上的水 幕后的红木看到冲了进来 安顿好傅梅子之后 红木又快速地走出了房间 阿伟什么都没有做 还帮忙打扫了卫生 接着来了一个醉酒的壮汉 她不顾祖兰飞要去找傅梅子 妈妈桑也气得破口大骂 这下红木终于爆发了 她找到矿长对质 说好的只要举报 他们运送黄金的方法 就可以让傅梅子做她妻子 现在不但没有实现承诺 还把傅梅子害得更惨了 矿长只是轻蔑地一笑 还嘲笑红木太无能 愤怒的红木直接扑了上去 一抚头正中矿长的眉心 次日警卫来到矿长房间 红木摘掉帽子跟他们打招呼 接着她被警卫带了出去 万香楼的小姐姐们都来了 傅梅子大哭着喊着哥哥 随着几声清脆的枪响 红木彻底离开了人世 趁着新矿长还没来上任 矿工们打算晚上趁机偷点黄金 谁知刚点燃炸弹的影线 巡逻的日本人赶了过来 由于双方的语言不通 他们遭到了日本人拼命阻拦 阿珠用力把阿伟推了出去 接着矿里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只有阿伟一人幸存了下来 阿珠的葬礼上阿柔很伤心 阿柔想服侍阿柱的神主牌 众人都表示不解 你不像甘萌城都有收钱哦 只要甘萌城 你不像一千五年就没收 如果要说阿伯 这样会不会算的 众人也只好同意 接着阿柔开始训斥他们 那头头看得到的不远求 甘萌去跟他看不得到的 骗死死 接着他当众劈开了自己的储钱罐 大量的钱币散落了一地 众人都一脸的震惊 只有阿柔悲痛不已 有再多的钱也没了挂念的人 次日他带着孩子离开了矿区 失去哥哥的阿伟像是丢了魂 每天躺在凳子上不吃也不喝 当看到被珠网困住的挣扎的蝴蝶 他想到了与蝴蝶相同命运的傅梅子 于是来到了第一次见傅梅子的地方 傅梅子果然就在这里 只是他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青春 沙白的脸上甚至没有一丝血迹 接着他把手伸向了阿伟 这片展现了台湾日剧时期 底层小人物的悲惨命运